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在加班 耿总 为了证明总部和您的选择没有错 不得不加班 我好像 没有选择你吧 我知道我举报浇肉水的事情得罪了您 但是是他违反公司规定在先 我也是为了您和公司的长远发展好啊 我怎么觉得你是为了自己升职 我是想升职没有错 您也看到了 这么大的办公室 就我一个人在加班 我对得起升职 而且 我会用我的业绩证明给总部看 他们没有选错人 田经理 你觉得把总部搞在嘴边 这对我有用吗 当然没有用 我知道您不是一般的人 就算姜若谁的事情再严重一倍 对您也毫无影响 什么意思 有些话还是不要说破得好 是你 耿总 我知道公司的人当面对我毕恭毕敬 转过身就骂我 什么难听的话都有 您今天大驾光临 肯定是有人在背后打小报告了吧 都已经走到这一步了 被逼着也是要出业绩 您应该能理解我的 天经理 我一直认为 一个女人在职场上太拼命 不值得 没有女人愿意这样做 都是被男人伤的 或者是逼的 本来我想等我出了业绩再和您说 我会坚决站在您这一边 不要自作聪明 什么话该说 什么话不该说 要想清楚 做事之前 要想到后果 我明白 我会用行动和您站在一边 因为我一直都很欣赏你们 其实思思变成现在这样我特别特别的自责了 上次跟姜热水我是真的他妈的喝大了 我又不知道那是他顶头上次 还在这偷拍 什么事啊这 行了 你别自作多情了 思思变成这样跟你没关系 那是他自己想要的太多了 多多少少还有点关系 莫 你知道吗 我最近特别想他 你是不是还喜欢他呀 我 本少爷吧 是一个情种 我对每任女朋友都这样 我靠你不吹牛逼你会死啊 莫 这是你朋友啊 任意类聚我已清楚 行行行行 行 我不打扰你们俩的二人世界了啊 我自己问他去 走了 拜拜 拜拜 我 我们 我 我没 没有 你这朋友怎么总是乱说话呀 其实从某种角度来说 现在就是我们俩了 我 我刚才那话还没说完呢 什么话 其实这话我是一直想跟你说 以前也说过类似四个 但是今天我是正式的 你是不是又想说我啥 不是 你听我说 佐多 是什么 佐多 佐多 还有点门 我知道你在里边呢 佐多 我是逼你 佐多 你 你看你不在家 我就是你跑这儿来了 我这什么脑子呀 逻辑推理的脑子 我当警察的话 绝对福尔摩斯 真的 胡子 对了 刚才我看你赫尔曼 从这儿走上去了 他什么意思啊 他是不是看着你了 正不是小心点 那不是什么好东西 有什么事 有事赶紧说 当然有事 这都是一些 国际大电子商务网站的资料 找齐了可不容易了 咱得趁着他挺 把咱们电子商务部的 前期计划书得搞出来 咱们这样改天什么 别这样 这么沉好不容易 你看门头大汗 躲在背回去多累啊 干嘛呀你 就今天吧 我还等着 你们俩成为富裕带呢 还是夺夺你体谅我 看看人家 正毛 是不是有事啊 不是你是不是要求棍啊 董董啊 行了行了行了 我放趴去了行吗 就今天吧 开工 好好干啊 谁都不许睡觉 赶紧熬夜了 是你 是你 改行跟踪了 这么晚才下班啊 不用浪费时间 有什么就直说吧 没什么 恭喜你啊 这么快就升职了 恭喜我 我也不用挑这个点吧 是不是夏朵朵 在你面前说什么了 还真不是 我是听别人告诉我的 行了 别藏着掖着的 夏朵朵我已经看透了 想想我把她曾经 当作这个城市里 是我唯一可信任的人 傻得可笑 我觉得你跟朵朵之间 肯定有误会 但是真的不是她告诉我 你来找我到底要说什么 我就是想知道 你为什么变成现在这样 你好奇心还真重啊 贺大公子 麻烦你回去告诉夏朵朵 就算她有关系和后门 我也一定不会输给她 我就是要等着看这种 两面人的结果 我相信 一定会很精彩 思思 你是不是因为要和朵朵比 你才变成现在这样 你太高看夏朵朵了 亲爱的 我要谢谢你 是你毁了我一个梦 又给了我另外一个梦 思思 我 好了 请你把你这些关心 都留给你那些女朋友吧 好 大功告成 我再看一遍 天都亮了 这家伙 你看这是睡着呢还是死了 一晚上什么都没干啊 净睡觉了啊 醒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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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思来了 醒醒 思思来了 别闹了 麻将上班了 哎呀 累死了 朱沫 你说咱们这个计划 会不会太大了呀 按照这个计划 前期投入资金简直就是无底洞 太过了吧 虚有多大 虚有多大 世界就有多大 咋实啊 吓死我了 我告诉你们 前期投入越大 回报越快 并且PMS 资金雄厚 你根本就不在乎这点缴钱 这个计划必须气势磅礴 因为是我比利王制定的 谁制定的 我设计的好不好 我是总设计师 总设计师 OK 我怎么睡地上了 你就没起来过 明显的日理万机啊 行了 别想了 我觉得王守仙说的对 咱们的计划做得越红大 看上去就更有说服力 就这么招吧 我今天就地上去 你绝对是红了 我告诉你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这个计划里面 蕴含着我丰富的智慧 你这是你刚才抹口水那手吗 走 别闹了 赶紧呢 要上班了 找什么呢 快点 快点 坐好 来不及了 糟了 我要往哪儿手机了 赶紧上去拿去 我等你 来不及了 你先走吧 我打车去 你去 我在这儿等你 行了 别争了 我打车比你快 你快走吧 赶紧把那份报告发上去 行吗 那我先走了啊 待会儿见 小心点啊 老婆 你去连工 Ich 快贵人 Bald 乱ちゃん h 你去憋 complaining 都走这孩子 你去吧 你胡子 我忘了 有吃的吗 我很饿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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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饿了多少钱 我饿了多少钱 都买火车票了 饿了一天了 贺曼不是给你投资了吗 他 他 他 你千万别告诉他我回来了 是吗 我对不起他 我剪好的片子 所有的小孩都不喜欢看 你那风格小孩肯定不喜欢 你给大人看啊 大人都看不懂 那你怎么都拍大家看不懂的呢 他们要拍关于流水儿童 想妈妈的故事 我觉得是太俗了 我工程要拍的是伟大的作品 是反映流水儿童是一层次的原因 有经济的 有家庭的 有社会的 有人身关 有爱情关 有人身关 先坐现在吧 现在 现在怎么办 习惯了 从头再来呗 我真要迟到了 要不这样 你先在我家待着 回来再说 饿的话 东西在冰箱里 老婆 老婆 村里的夜空 满天都是星星 还有萤火虫 我躺在地上 满脑子都是你 自从和你分开以后 我就在想 到底这世界上 是谁对我最好 是你 是你 还是你 老婆我知道错了老婆 老婆 我对不起你 你不要离开我 你不要离开我 那老婆长 我 我们在一起 不要不难了 我好不好 我好吗 放开我 我 我要上班了 你疯了 你又不够了 你我们有没有 服务了 你 Universal 是你 还是你 答应我 做我女朋友吧 我知道我要给你惹麻烦 但我都不是有意的 你不开心的时候 我也会不开心 你开心的时候 我比你还开心 从来没有一个人 这样决定过我的心情 我希望看到你天天开心 天天看到你笑 答应我 姑娘 这不下车 是不是咋能住在我这车上啊 不好意思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搞定 搞定 这是谁啊 怎么了 没什么 你们不说下午不是开会吗 还不去啊 我知道 我就是过来看你 干嘛呀 没什么 过去的都过去了 什么过去的都过去了 没什么 你的电子商务计划发出去了吗 刚发的那部件邮箱了 一定能成功 加油 那是 不成功往手上第一个要疯了 好了 我上去开会了 手机拿了 呀 你不是回去拿手机的吗 走了 不是吧你 专程回去拿还能忘 没事 我先去开会了 反正也没人找我 我走了 这傻丫头 进 刚才内部建议邮箱收到的 电安部正墨发来的一份计划书 正墨 嗯 谢谢 不好意思啊来暖了 怎么才这么几个人呢 哦 还有几个没到呢 通知他们今天会议了吗 已经通知过了 好 我们开始今天的会议吧 不是夏总 不好意思我也想请个假 怎么了 我爸住院了要开刀 啊 那快去 有什么需要的地方给我打电话 嗯 谢谢夏总 不好意思啊各位 好了 先确认一下上个星期的业绩 哎 马总 啊 您是来找夏总的吧 我那批货寄你们PMS的仓库单子 夏总得签字啊 那您可能得等会儿 他这会儿正开会呢 呦 那可不能等 我这货就在你们库房门口 都是冰仙的 这天不能放啊 嗯 要不我去会议室找夏总 您先别着急 这行吗这样啊 反正这批货的事不是都知道吗 这货本也没什么问题 就差一个签名嘛 那 哎 不过你不要跟别人说 谢谢啊 谢谢啊 我先走了我还有事呢 好好好 谢谢啊谢谢 没事 回头请你吃饭 谢谢啦 田总 走 进 耿总 我有事要举报 说吧 底下的人都喜欢夏朵朵不喜欢我 是因为她对员工太宽容 你应该知道 这种放洋式的管理模式 不仅不适合需要快速反应的快销业 还迟早都会出事 直接说重点 今天他们开一周的例会 开了半个小时 既然有成员没有到期 这种迟到早退的事 但是 用不着跟我回报 不归我管 那代签合同呢 什么意思 夏朵朵的手下 代签供应商货物的进库单 我记得咱们PMS公司 有明文规定 这种事情 要从严处罚 这种事情要从严处罚 要是还真紧张 丢上拉丝了 丢上拉丝了 好 好了 就这样吧 没带到几个 你们帮忙传达一下会议内容 老大 今天下午 有批兵仙入股 你知道吗 知道啊 马总那边的 那入股单子 你签了吗 还没有 你有没有找人待见 没有啊 怎么了 这不是我签的 这不是我签的 你们部门有个叫小丽的对吧 这是小丽签的 对 是她在签的 你不知道就好 跟你没关系 老大 小丽她会怎么样 贷签合同不是小事 她必须受到处罚 能不能就算是我签的 反正也没出什么大事 小丽她应该也是怕 冰线货物耽搁了 供货伤受损失 这个事情我压不住 不是我发现的 是田思思亲眼看到小丽带签的 那我去跟思思说 站住 朵朵 你还不明白吗 这是田思思想利用这件事情 对你下手 你跟她说什么呀 现在这样是最好的状况 小丽付权子 不行 我一定要试试 假装没看见这事 小丽她又不是故意的 再说了 也不是什么大事 夏多多 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明白 工作和人情是两码事 小丽做错事就是要付出代价 在职场上 没有人情可讲 可是每个人都有做错事的时候啊 那就别被发现了 思思 小丽你也认识 你怎么就不能放过她呢 别把话说得那么难听 她都是被你害的 你自己松散管理 让你的部下一点几率都没有 他们违规 都是被你灌出来的 好 换个角度看 她说得也没错 公司不是家庭聚会 人情可以讲 但是不能一味地放人 这次 算是一个教训 希望你以后能够记住 太松散的管理 有时候 会出现反效果 小丽真的会被开除吗 应该是 你好好反省吧 不该没有什么 我不想问你 你不想问你 你是不是 我担心 踩到了 你的道理 我没有什么 我没有 Лю方 因为我 你不太自然 你不太自然 刚才谁看见有人进我办公室了吗 没看见 等着急了吧 没有 上车了 我那个手机又回到办公桌上了 你知道怎么回事吗 不知道 难道我记错了 其实我已经把手机搭上来了 朵朵啊 你家里没事吧 家里 没事啊 什么事 那你 没什么事想跟我说吗 有一件事 跟你认识的一个人有关 谁 小丽 小丽 她再签合同被思思发现了 这事已经报上去了 恐怕要处罚小丽 我不知道该怎么告诉她 我觉得 我真的不适合做这个职位 除了这个 还有别的事吗 没啦 对了 电子商务计划书有回应了吗 晚上那么一块儿吃饭吧 在你家 今天心情不好 不想吃 你自己吃吧 我先回去休息了 你 你是说你 要回去休息了 拜拜 你回来了 你回来了 啊 怎么什么都听不见了 看什么看 没见过休息了 吃饭吧 吃饭吧 不好意思啊 说我不好意思 把你在家这事彻底忘了 脑袋还疼不疼 能不疼吗 但是我以前做那么多对不起你的事 就算你拿菜刀扔过来 也是我活该 对了 今天有人到我家里来吗 没有啊 我一直在沙发上睡着呢 没人来 习惯 手机那事真是我记错了 怎么了 没事 今天这个鸡蛋盐放的有点多 你尝尝咸不咸 再玩 我们喝好吧 你把以前 我对不起 你那些事都忘了吧 以前我觉得艺术是我的全部 现在跟你比狗屁都不是 我觉得我跟你分手 是我做的最他妈傻的事 我向你保证 你以后是我最重要的人 对不起 你还是不肯原谅我 过去都过去了 我早就不怪你了 那为什么我们不能 重新开始呢 我都说了 过去的事都过去了 有些事没法重来 你是不是心里有别人了 还是对你好吗 三个没长大的小孩 自以为是还很冲动 我以前觉得 他追我就是为了好玩 可是经历那么久 我伤了他那么多次 怎么他现在早就把我当成 最铁的哥们了 他对你好吗 很好 说实在的 他对我比你好多了 他老想着照顾我 可结果呢 不是很糟 他是个世界上最幸福的男人 他是个世界上最幸福的男人 你接下来什么打算啊 要是没地方住的话 可以学沙发呀 不用了 我这次过来就想跟你和好的 可是说我没供出来 我说回我刚才说的话 工程 诺诺 你别说了 你可是自由的 你先跟别人好着 等我混出人样了 我再回来找你 可 你别拒绝我啊 你先跟别人好着 等我混出人样了 我这是何必 我不想后悔一杯子 我不想后悔一杯子 好 我 我送你吧 好 逗逗 你回去吧 我一会儿出去自己打个车 回去就行了 你现在不是没钱了吗 我这儿有 不用 那个我联想去组 到那边他们替我付钱 没事你别担心 那你自己小心点 放心吧 我工程这点小挫折 能把我打败吗 不可能 多多 不过我真的挺羡慕 你喜欢的那个人 这小子 真有福气 他呀 可能已经被打击回去了 什么 这点挫折他都经受不起 多多 这一般人能做你男朋友吗 你等着 我还会回来的 只要你没有结婚 我就有机会 多多 多多 我们已经过去了 我们已经过去了 你会遇到更理解你 能跟你一起谈剧板的女孩 多多 我心里已经装不下别人了 只有你 只要你没结婚 我就把你争取回来 你是我的 多多 多多 我们最后能再拥抱一下吗 王八蛋 郑默 郑默 你还信他说的话 他害你还不够惨吗 不 怎么又是你啊 怎么哪都有你的事啊 你凭什么打人 就凭我是他男朋友怎么着 好 看什么看 我告诉你他是我的人了啊 你以后碰他一次我打你一次 听见没有 多多 你说那人就是他呀 行 行 我这圈挨得迟 行不让你知道他的心思 等着我 不是 什么什么什么是我 诶 多多 他都这么说你们俩没复合 那我看见他抱你了呀 那是最后的告别 那告别用嘴不行 好 我 我今天也激动了 不好意思 但是我那句话我是 当真的 好了好了 别在这儿站着了 快回去休息吧 那你是答应还是不答应啊 别动我说男人的心不可留 爱情不是一个人不断迁究 爱换取一个小的遗迹 那你到底是答应还是不答应 做我的爱情对手 不要再退却等你 准备好你的温柔 来迎接我的优秀 幸福要好好筹谋 做我的爱情对手 不要再独自泪流 让你的心思勇往掉过去反忧 好了 你先下去吧 去几车 好啊 等等 干嘛 从今天开始 不许随便和别的男的单独出血 不许随便对别的男的笑 别的男的要跟你搭讪 你大声地告诉他你有男朋友了 谁要是不服气力会打你好去 我谢谢你 真啰嗦 我认真的 老大 正墨 你们俩 算真实交往吧 这么人还不做 就这么大成熟 谈感情影响工作 嗯 公司 区长 他们说你找我 你的 对 我昨天晚上写完的电子商务计划书 去掌握 之后我非常有信心 咱们PMS一定在电子商务这块大战红托 整个计划书 都是你一个人写的 对啊 幼稚 按照你这份计划书 得投入多少资金进去 你知不知道PMS远东区的资金控制配合是多少 你知不知道如果这么大笔钱投入进去 万一失败的话会是什么样一个结果 郑某 你以为你是谁啊 就这么个异想天开的计划书 就让PMS冒这么大的风险 你能负这个责任吗 带上你的计划书 出去 别再让我看到 你这个计划书 你这个计划书不就写大了点 计划书不就写大了点 故意弃成这个 你再烧一遍 你再烧一遍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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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幸一点机会儿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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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来选择 你要的我都记得 你给的我都留着 以后的这一切 都属于时间了 我知道有些爱碰不得 却又舍不得 曾经拥有过也是好的 自我安慰着 我知道有些人爱不得 却又恨不得 刻骨迷信过也值得 也该放手了 我知道有些情舍不得 好的 自我安慰着 我知道有些人爱不得 却又恨不得 刻骨迷信过也值得了 也该放手了 我爱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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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那人爱不得